關於你 最近有人批評你 說你的功夫比神君更厲害和老幹部 甚麼老幹部 說你的功夫 我整個老千 當然是厲害了 但你不要忘記 老千神君不簡單 老千在世界行業來說是很聰明的人才能做得到 老千的師傅 正式老千收徒弟都不容易 你如果叫你騙人那麼容易 騙你騙給我看 所以他們搞錯了 最近我們看人網那些土壤區多了老千 何一琴那個 老蕭又被人說是老千 王篤文又被人說是老千 所以搞到他們抬高了我們的老千很難做得到的 尊業老千 譬如說那個尊門 譬如說你那行成功的老千 你哪一個行業都不夠聰明 譬如說你做肉器 他跟你講肉器的歷史聰明 講玉石的知識多過你 因為你不會被他吸引的 就是老千就要令到你被他吸引到你 你才要落搭的 譬如說我騙錢 我想賣一些產品 或者我賣基金 或者我賣現縮 我就講到你落搭的大哥 是不是 因為你不會落搭 就是以前他推銷那些迷你債券 迷你債券 或者推銷那些保本基金 又不保本的 那你會讓別人落搭才行的 就是或者他推銷那些倫敦金 你叫別人入錢給他的戶口 你要點到別人入才行的 那些人好者合同又沒有 什麼差都沒有 有什麼手照又沒有 你會不會入呢 但是他都可以點到你入呢 這個人不簡單的 就是當然你老千的分大小老千 但是正式大老千不難做的 所以他們說我是老千神棍 第一我都覺得貶低我 都不夠斑 但是我當然不止那個級數 一來說你老千 就要騙人會有守備犯法 但是我們就說明騙你的 那些人給我騙的 是不是 對自己中國老闆是 不是 我說明的 那些人要保死無緣 不是 我知道水男 那些人找我上月的時候 他搞出來噴的 賣這麼差貴的 說明騙你的 你吹呀 好了 你這些搞神棍呢 你還要借個神 你還要做條棍去騙人 但是我不用神都騙到你的 喂 我就是神啊大哥 我祝福文說明 你和我都是神 比神棍更厲害 就是這樣 但是他這次搞搞是挺好的 原本我那些集 就不太多 兩天超過五千人 那些人怎麼看 那些人搞的 搞多一點 那些人不是他 有個起源的 他說我罵那個什麼人力的主席 我都不是罵他 我只是說你黃毓民幾十歲 和那些年輕人吵架也浪費氣 你又不會聽那些年輕人意見的 你又扮到屁股 那你現在自己走開 就自由自在 我說你合不合 你就讓那些小朋友 自己玩泥沙玩 差了去 是不是 三萬人自己玩 但是他們很奇怪 他們那些很低B的人 就是我們叫優秀 優秀低B一族 他們就變成人家搞政治 他們說搞政治 其實是搞一堆柴娃娃 就是說 我自己要捧這些東西的 被人踩就沒有面子 那些人就在那裏作些東西出來 說什麼什麼 我們 我們 咦 挺好玩的 我都玩他們一招 玩了什麼 玩了他們 有人問我 喂 阿sir 有人說你什麼什麼 我不要緊 你說我超越那些老師神棍 貼上去就可以了 超越的我自於 我認為我超越的 你說你老師犯法的 我不犯法的 老師不敢見人的 我說著 我告訴我 我明明見人的 你這個網後面的人 那些人 那些古靈精怪都沒什麼 我所說 我行不改名 再不改成 是不是 我當然超越過他們的神棍老師 我連神都 都燒了 是不是 我那時候打爛很多佛爵 拿去吊的 叫人 我幫忙吊 全部吊 那些垃圾 超越的 但他們幫了我的 因為有些人不看 現在他們去看那些節目 那他們吸收多少 他們去嘗 但有些人 有一條盲毛 蠢到沒有腦 他說 我拿一些印度電影 周圍copy 都不知道是否合法 我當然不用怕合不合法 我看他告我 大哥 告我便出名 有什麼事 他告我複番板 但你上床 原來我不是賺錢的 我派 我來做研究用途 還有派給人免費 給人看 做通宵社會教育的 就任警察罰錢 但我打公司的時候 我會出名的 警察會不會這樣 所以叫人謀理 你快點叫他告我 我那些電影版權 都要周圍派 是不是出名 如果我要來賣錢逃利 我也是發錢 也不用死 不用的 但他們是傻子 他人看不到我的光碟 有到電影是五十年代 沒殺完版權 超過六十年 三十年都沒有版權 你留到文字影音 那些人 你要知道 那些網台 有很多遊魂 是不懂事 是扮懂事 有些有老有亂 有些年輕 不懂的 有些是老懵懂 是吧 就有空在那裡 在箱子後面 看完四仔 沒有東西看 看到我們這期 這麼差多人搞 又可以賣水 又賣得這麼貴 他也想買賣 賣不到 是吧 特別傳燒仔 這個人還生氣 一個人都賣了這麼多東西 那便受不了 還有我們可以說粗口 他又聽不習慣 聽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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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我沒有叫你聽我的東西 大哥 你一聽神父說話 等神父幫你撿劑 等牧師摸 你的屁股 是吧 你傻傻的 幫人 所以我們只有個兆字 但我玩他在劑 我叫人鋪上去 有人問我 我問這些是器梁瑜伽 這個比較好深的 在我們那個儒家報的收法 它是第三層才能收到的 我還未成功的 正式收器梁瑜伽 收到成就很厲害 即是說 以前你們看的故事都看過 有個大菩薩 他變身做妓女 傻不管用 是啊 即是說 他玩到那個世界這樣玩 千變萬化來玩 現在我就叫人貼上去 不如你說我挑過大哥才做大神君 不止的 寫上去等些人反應 就把你有了 那你催人 你說我只有五十分 有一個我五十分 沒有我只有十分 行不行 是不是 這個是很厲害的 你當這個世界是 因為既然這個世界是虛妄不實的話 你就可以玩這個器梁瑜伽 這個非常深厚的 就是說器梁瑜伽 完全所有的語言文字 都是遊戲一場來的 就是我們看這些銘行電影 我們不會有傷痕的 這個就是世情來的 在他那個level的人物 他應該是會受這樣的傷害 會自己製造這個 這樣的惡的因果出來 你都要這樣死發 是很低檔的 我們看 即是說他是不會處理的 沒有智慧的 你高深的人物 你不會受牽引的 是吧 但我當然不可以教你 怎樣令到那個女人 又可以探世界 又可以沒事 那麽提跳街飛 那麽不教 那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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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搞到老闆 那麽老婆你搞一搞 那麽一流 是吧 你沒什麽功夫 那麽可以做得到的 這麽不教人 那麽是深奧的學問 是吧 他那個老闆有很多女人 她不止一個 是吧 你怎麽辦法令到老闆 告訴你 嬰兒不要 這麽東西給你 那你便皆大歡喜 那你就不用刺殺 是吧 所以這麽比較深奧 但你剛才說這些 我們都會怕人抵毀 這些正常都不正常 我又沒有人讚賞我 你讚賞我更混蛋 你有什麼資格讚我 你抵毀我 我都不生氣 我一定不會生氣 但你讚賞我 我就生氣 因為你不認識我 你讚我替死 你有什麼資格讚我 是吧 我不是現在說這些話 我在中國的時候 幾多大官 人家在麥克風說 你是香港的大善善家 怎麼說我罵他 我說有不認識我 你不要聽他說 我不用這些人讚的 當晚在現場 那晚很多大官 我都這樣責人 那個幹部被我責到眉毛毛 為什麼不認識我 我以為你做私人就做 介紹郭先生出場就算了 一個在香港的社會 做很多社會工作 就夠了嘛 慢慢說一輪 那些好話 怕在那裡拆鞋都立刻罵到佛街人 完全不給面子 多怕 Ultimately 就othing來沒有ها 寧可拿走